找出108班 你记不得我们一共有几个班级 我们昨天做好 他一共有几个班级 10个 10个班级 可是他说他只要108班就好 108班就可以了 而且是到4月份为止 所以说到底是从几月开始 是从2月份开始 从2月份几号嘛 就是暑假到4月份为止 他没有说嘛 可是我们记得我们那时候的日期 年月日的时候刚好到4月份 所以我们那4月份 根本就不需要去筛选啊 因为刚好里面就是 所有东西就是从2到4月份都有 所以这个东西根本就不需要筛选 年月份不管他 他不会说像我们之前 要等3月底为止 那当然我们要去筛选啊 这我不需要筛选 好 成绩低于 低于65分的 而且是不含65 所以我应该怎么 我到时候找出超性成绩的时候 我必须要去做一个筛选的动作 请问一下我要怎么筛选 要大于小于 来 告诉我 小于什么 小于65 不含 所以要么这样写 要么怎样 要么怎么样 小于等于64 对 要么这样写 知道吗 好 在于信函党 信函党就是 题目有一个叫later 这就叫信函党 有看到 好 终于他给我们一个信函党了 也就是说他自己帮我们打好 就是这些什么龙胜高级工商职业学校啊 什么地址啊 这些东西是他帮我们打好好的 我只要贿赂 我只要用合并列印的方式把它印出来 这样就OK了 好 来看一下哦 以信函党党处理之后 在A4纸上列印出信凤 信凤跟信函 以便通知加长 好 这张纸 他就是说这张纸就是所谓的信凤加信函的 来 告诉我信凤在哪里 信凤就是上面这个东西叫信凤啊 对不对 他把它折起来再叫凤 对 信凤 下面这个东西叫信函啊 看懂吗 信凤跟信函 再来 信凤跟信函的格式如下 他说纸上设定为直式 我看得出来还是直式的 信凤的左上为八函的单位跟地址 就是这个地方 单位跟地址的地方 他有告诉你哦 中间呢是学生地址跟收信人 收信人就是家长 这是家长 邓宇鱼村是家长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学生的名字叫邓静年 然后呢 旗下方为班级跟导师的信凭 班级就是108班导师 全部都108班嘛 所以108班我自己打就好了 不用用我比你也赢的 OK 好 接下来操线成绩它都是导师评分嘛 导师给你的分数 然后扣掉矿客跟市价扣分 所以市并公矿只有市跟矿扣分 它并价不扣分 公价也不扣分 所以就扣掉矿客跟市价 所以我们等一下去找 找那个价 各价别的话 我们只要去找 找这两个价就好了 其他我们不需要找 所以第一个部分 我们必须要去找这个栏位 跟这个栏位嘛 对不对 导师平分我们也要找出来啊 对不对 我们一定要找到这三个栏位 好 接下来看一下 超新成绩计算到整数位 少数位是45路 那么市首无路是用run的函数嘛 run的函数如果不会影响到后面 基本上我们可以不用run的函数啊 可以不用写 它会制动 气氛会制动帮我们用嘛 对不对 当然你要自己打run的函数也可以 好 矿客一节扣一分 跟我们学校一样 矿客一节扣一分 市价十二节扣一分啊 而且为啥十二节不扣分呢 这么好 我们有市价啊 有啊 来 公价跟并价不扣分 导师评分请直接利用超性成绩档内的导师评分就可以了 他有告诉你哦 导师评分的话你就直接找 超性成绩档是什么 超性成绩档 有没有看到 学生超性成绩档在这里面 导师会给每个同学一个基本分 所以我们等下去找到这个东西嘛 所以我们至少可以要一定要配三个男位嘛 对不对 接下来他说 请砍入姓风及姓函的修姓男人弟子 家长姓名 学生姓名 超性成绩 超性成绩 超性成绩为经上市 上列公市 公市就是这个地方嘛 导师评分导师给你几分 扣掉矿客一节就一分嘛 市价的话除以十二嘛 对不对 除以十二然后用R&T函数嘛 那你就可以这样你的分数了 你的分数如果小于六十五或小于点名十六四 那就可以知道说 我必须要寄给家长了 这你们常常知道啊 对不对 周伟应该收到了吧 你应该有收到吧 不知道 前两个礼拜有送出去了 蛤 为什么会寄到屏中 你寄到屏中去啦 哦 我帮你挡下来 可是他还是 他还是决意要寄出去 我也没办法 对 是啊 这就表示你 等于是说 你们这些成绩 不是我这边看而已 学校那边都会帮你统计 超过结束的话 他就自动会寄给家长了 他用这样的方式来做 就统计 好 凯路信封跟他的 这些东西呢 什么什么修信人地址啊 就这个地方 修信人地址 这个地方 再来 家长姓名 这个地方 学生姓名 这个地方 超线成绩 这个地方 好 再来 均从资料库来截取 资料库就是我们的 SS资料库里面嘛 好 接下来他说呢 合乎条件的成绩 合乎条件的学生 每个学生需要列印一封 所以如果有10个学生的话 你就要10张子了 知道了吗 10个学生 小于65分 那就要10张 你就要印出来10张哦 好 那我们就这样子 所以我们合义年营 一共有这张1234 四个而已吗 看一下哦 这次信封就三个嘛 这边还有啊 在于春啊 那你就说 12345 五个而已吗 对 贵子弟这边还有一个 你们常常都会忘记这个 常忘记这个你就死定了 忘记把这个东西弄出来 你就死定了 知道了吗 所以我们记得哦 我们到时候做合义年营的时候 一共有六个哦 上面三个 下面三个哦 一定要记得哦 好 接下来他说合乎条件的学生 每个学生需要印一封信函 然后信封大小 占A帖子 信封的上面嘛 对不对 占A帖子的三分之一 那请问一下A帖子的话 A帖子多大 我们现在不看边界哦 他说三分之一 这个 这个 这一张你 这一张一共多少 36 36 我们等一下来看好不好 还是你要现在先看 来看一下 插入 没有 检式 尺规 来看一下一共多少 下面 下面 这样是做空多少 1 2 3 下面后3是不是 还是多少 1 2 3 4 那下面是多少 到这边来是36 37 38 38 加上前后 我们算前后 这没有到4啊 有到3.5 这下面 我看一下 这边到这边是38 是不是 37 38 38再加上 42 42 42在这个地方吗 这边拉不下去 42 6 如果上下是6的话 6再加上38 是多少 68等于44 然后44 除以3等于多少 10 什么10啊 10什么 好 我们再来算 这个 我们先把字架交出来 我们再去找 好不好 先把字架交出来 我们再去找 对 你们再讲一讲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哦 副件 题主1 副件4的观点 题目要求108班 超性未答 65分 我答错了哦 赶快改过来 65分 所以呢 步骤1 我们要算出 108班 有请过 市价的总结数 跟矿课的总结数 所以我们去算 去找 矿课 去找他的记录嘛 去找那些 曾经有过记录的 108班 曾经有过记录 把它找出来 对不对 那这个找出来之后呢 你把它储存的 为什么 108班 市矿的学生 有市价跟矿课的学生 知道吗 好 然后呢 我们把它找出来 你看我只要去找一个 recon的 去把字架交出来 把班级座号给交出来 然后我去 我不用说 像之前要用left的函数啊 不需要啊 不用那么麻烦 我直接 因为我只要找108班嘛 所以我直接把108班 我也不要 不需要 那我用left的函数是为了要 找出1到10班 可是现在我只要8班就好了啊 所以我只要这边打108 万用字元双引号 我只要找出108班就好了 然后呢 群组 也就是说呢 把那个座号一样的呢 市价给我总计起来 矿课总计起来 所以这边就会有啦 答案的话是 1号 市价移动有0 矿课有2 14号 有多少多少 它就会算出来了 那么 它为什么市价0跟矿课0 它会把它叫出来 原因是它可能是并价啊 它虽然不扣分啊 可是它可能是并价或公价啊 所以它这些记录还是会在 这个资料表里面 这个意思吗 OK 好 所以呢 我们先把这个东西都叫出来哦 好 一样建议什么 建议查询 去把 record 叫出来 好 同样的 把班级终号叫出来 它一样会出现479笔 好 301笔而已啊 479笔是学生 一共有300 一共有479个人 可是缺矿记录一共有301笔 好 301笔呢 里面呢 我不需要那么多 我的准则呢 是108 万用字元 要不要刷引号 试试看看 我也不知道 试试看 不用刷引号 OK 所以呢 它呢 这个班呢 一共有几个人 一共有几个人 有缺矿 15个人有缺矿 15个人 目前有缺矿的记录 好 接下来呢 我把 因为它说市价跟矿课才要扣分啊 所以 诶 是矿课在前面 无所谓啊 反正呢 我就把这些人叫出来看一下 好 这些人呢 市价跟矿课大概是这样的 这样的大 这样的 结束 好 然后呢 我就把 你看哦 这33号 这33号 有没有看到 这里是33号 这里是33号 所以33号有两笔啊 那你可以 你要把33号给加起来啊 变成48 矿6 是不是 两笔都是33号 所以呢 一样就有一个summation的动作 好 把市价总计起来 把矿课总计起来 把矿课总计起来 翻译最后还是一样的群组哦 好 群组的话相同东西放在一起 就叫群组 好 那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33号 33号有没有看到 16 14跟6 它把它总计起来的 这样没有意思吗 好 好 然后呢 同样的 市价 嗯 复制 贴上 复制 贴上 复制 贴上 OK 好 那我们就可以把查询一类 儲存起来了 这个 14 108班的嘛 试矿 哦 试矿学生 要你们写那么长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做一个全部学生 那你们才知道说这两张表有什么样的差别 OK 所以我们试矿学生的记录都叫出来了 我们去看一下好不好 我们看一下超性成绩 看一下 101班的1号老师给了82分 2号老师给了64分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所有学生 好 我们看一下哦 每个班级的学生只有做好而已 每个班级的学生每个老师都有给他相对应的一个评分 OK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刚刚做好 比如说101班82分 101班1号给他82分 看一下他 我们这边只有108班出现嘛 那我们去看一下108班1号 我们去看一下108班1号 好 108班1号老师给他69分 69分减掉市跟矿的扣分之后就是他的超性成绩 所以呢 我就要想办法把它跟他连结在一起 导师的分数要抓出来 试矿的总计要抓出来 知道懂吗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108班69分 如果69分的话扣掉他矿课2分 请问一下108班1号 他的超级成绩应该几分 应该67嘛 对不对 因为他没有市价嘛 直接扣掉2分69.2等67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可以知道说 我刚刚已经说过了 这边 这是Conduct里面的记录 里面应该会有479笔 有没有 他一共总成 全部一共应该有479笔 那是不是跟我们的student里面的比数是一模一样的 student里面一样是479笔 意思就是说 他里面所有的资料 所有的人名 都是跟Conduct里面的人名都一样的 也就是说 不管他有没有缺块 导师都要给他一个基本分 导师给他一个基本分嘛 好 所以这两笔都是479 这一笔也是479 对不对 可是这一笔呢 这笔里面10800里面只有10个人而已 那我如何找出10个人的成绩 你不要跟我说 老师那我一个一个去找 然后就把他找出来 一个一个去找说 老师给他多少分数 609分 那我就赶快多一个栏位 给他写69 一个一个 如果你 如果你函数 如果你 逻辑那么差 相当那样子的话 好吧 能做出来我也不管你 好 因为也没几个人嘛 就是个人而已 你一个一个去找 应该也还好 也还好 好 所以我们开始咯 我要去找全部人的名字 全部人的 也有可能他事况都很好啊 可是老师给他超线 反正给他很低啊 老师就给他60分 因为他留校查看 因为他本来就留校查看 所以基本分就是60分 虽然他后来表现很好 可是他基本分就是60分 所以我为了想说不要那个万一 所以我要把所有的资料交出来 把108班的所有的资料交出来 知道吗 好 所以我开始来做了 我来做一个查询 我要进行一个查询 接下来呢 因为他要家长地址 他要家长电话 还要学生的 学生的基本资料 对不对 所以我一定要有一个student 然后呢 导师的分数我一定要给 还要一个什么 事况学生的资料也一定要给 这两笔一样 这两笔都是479 我们刚看过对不对 这两笔都是479 这里面只有10个人而已哦 这只有10个人而已哦 好 开始我来做关联哦 好 这跟这个哪个可以关联 班级终号跟班级终号吗 对不对 好 然后这个跟这个呢 一样是班级终号 OK 好 那我们先 我们先来这样走 我们都不要管那个 那个连结的问题 我们先来这样 这样连结 好 我按照我题目的要求 题目要求什么东西 要什么栏位我就叫出来了 哦 住址 对不对 第一个栏位是住址哦 好 住址叫出来 好 第二个栏位是什么 那余生是什么 家长的名称 对不对 家长的名字对不对 接下来是什么 接下来是班级啊 他又没有要做号 你有需要去用left函数 去把108班给叫出来吗 因为不用我自己打可不可以 我自己打108班就好啦 所以班级不用管他啊 这种东西 班级不要理他 因为他也没有要做号 除非他要做号 那我当然是 等于是做号的话 我要找后面 后面两个数字嘛 刚好要用run函数了 可是不一样 都是108班 所以108我自己打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邓静玲是什么 学生的姓名嘛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邓于春刚刚已经给了 对不对 邓静玲也给了对不对 62分 62分是什么成绩 是超线成绩对不对 所以要算超线成绩之前 我要先把导师评判叫出来啊 导师评判叫出来 超线成绩我们去已是有做 好不好 或者是 诶 这边应该也可以做啊 好 我们先这样出来看看 好 试这样 旷课也怎么叫出来 好 试试看 那这样是不是可以算出来了 对不对 导师评判69 然后旷课两节呢67分嘛 然后这样就可以算出来 不是吗 你看 有没有 这个人导师就给很低啊 他没有行什么价 所以导师就给65分啊 可能是留校长看的 那也不一定啊 好 那我们看看还有什么东西 123456 好 还要再算什么东西 你不可以这边缘给我筛选哦 因为筛选是要导师评分 减到试价 减到旷课之后才可以筛选 知道懂我意思吗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哦 这边的成绩代表什么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这样做对不对 这样做出来的东西是代表什么 代表 108班吗 我不想得耶 我们来看一下哦 这边一共是一共十个人嘛 那我们来这样算哦 这边代表的是什么 这边代表的是他只会出现什么 因为这边只会出现什么 这边我们看看他这边一共几个人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一共有几个人 1234567 一共十个人对不对 一共十个人哦 可是他这样算出来的成绩 我说过他有可能 他有可能 老师有可能 一下就给60分了 60分不会出现在缺框里面啊 60分有可能不会出现在 那个record的缺框里面啊 他有可能一刚开始 上学题被留上查看 只有60分而已 只有60分 就是他这时局再怎么表现 他就最多只有60分而已 除非老师会应该给他加5分 不然他就只有60分而已 可是那些 他这时期都完全没有任何缺框的人 他是不会出现在这张表的 所以你不可以这样做连结 你这样连结不可以这样做 你看一下 你这样连结 你可以看一下哦 请包含两个资料表 连结栏位的资料 相同的记录 所以我刚刚说过了 这是479笔 这也479笔 可是这边是几笔 只有10笔而已 所以意思就是说 他只会出现10笔而已 请包含两个资料表 连结的资料相同 所以他相同的东西只有10笔而已 所以我要选什么 包含所有来自contact的资料 这些contact的资料是一共479 一共479 还要只包含那些连结栏位 相等的10次班的这些栏位 意思是说 他所有栏位都会 他所有479笔一定会全部都出来 他的意思是这样子 479笔 他全部都会出来 这懂不懂的意思 好 我们来看一下喔 有没有 他479笔都一定会出来 只是有的有分数 有的没分数 有的有分数 有的没分数 这懂不懂的意思 好 那我们可以知道说 诶 这个是哪一班吗 我还是看不出来 这是哪一班呢 所以他虽然不用班级做号 可是我要找出108班啊 那怎么办 他虽然我的里面 没有班级做号 可以不用叫 因为108我自己打就可以了 可是你还是要把108叫出来啊 你还是要把108叫出来 这边叫做哪 108万用字元 那么才不会出现479笔啊 才会出现108班的几笔啊 如果说我把班级做号弄出来看一下 班级做号 班级做号出来没 他怎么能够出来 好 我不应该出现 你看哦 不可以用108班 所以他才会出现 出现10笔而已 懂吗 你不可以用108班的试矿 学生的班级做号 你必须要用的是 Skuden的班级做号 所以你刚刚应该点Skuden的 那你这边改也可以 这边改Skuden 这边改成108班 有没有 这样就会108班有43个人 可是呢 43个人每个导师都有给他分数 可是呢 这东西是有试矿的人他才会出现 没有试矿的人他基本上他是0的 知道吗 所以你要把所有人都给叫出来 那我才可以确认说 哪一些是超过 哪一些是 是少于 我们才能 这个去减这个 减这个之后 才能知道说 这个班到底有多少人 低于65分 这样懂吗 我意思 可以再用一次哦 先把479笔的 学生的基本资料 因为学生基本资料里面有住职 家长电话什么的 然后呢 导师里面 导师也给479个学生基本分数 导师评分了 然后我在针对试矿的学生 所以呢 你呢 这个箭头一定要改 你的箭头没有改的话 只能出现10个而已 你的箭头一定要包含什么 包含479人当中的那些 那些人哦 都要让他出现哦 然后我再去找出108班的资料 所以呢 好那没关系 那我们大概知道的时候 记得直接就108班这边打108班 这样就好了 把43 把43比也叫出来就好了 好 可以讲 没有 把43比叫出来 43比叫出来之后呢 依照我的合并难位 需要什么难位 我们把它叫出来 需要住职 需要家长的姓名 需要什么 学生的姓名 还要需要什么 分数 分数 62分 分数的话就是导致评分 然后呢 市价 旷克 叫出来 这样就好了 看到吗 好一共43比 那么我就可以儲存了 儲存1 1 支 4 全部 108全部 学成43比 看到吗 诶 这边为什么会这样子啊 看一下 家长住址 家长住址 这边为什么是这个东西啊 没有啊 这边有 因为出去 因为我按两个 因为我按两次啊 因为我按两次 好 删除 直接按第一次 按两次的话 第二次就不会点 他就不晓得给你什么住址 什么样的难位名称 知道懂意思吗 那这样子我104班的 108班的 全部学生 跟108班的 事况学生的资料 我就可以做完了 那么等一下我就可以 大家过去做了 知道吗